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是比较虚弱 体重减轻 包括脂肪减少 肌肉消耗为特征 那么其中呢 因为肿瘤引发的恶病痣是最常见的 也成为肿瘤恶病痣 那么患者呢 经常会出现像食欲减退 包括消瘦 贫血 甚至是呢 全身衰竭的情况 第四种表现呢 就是肾脚痛 如果说血块经过输尿管的时候啊 可能会导致肾脏的一个脚痛 那么肾脏呢 或者是这个肾脏部位 或者这个肋腹部出现一个持续性或者振发性的脚痛 疼痛呢 也可能会向你的下腹部 大腿内侧 会阴部 放射 那么患者肾脚痛发作的时候啊 经常是疼得大汗淋漓 并且伴随又恶心呕吐的表现 而有些患者呢 还能够在腰腹部摸到这个结块 那么对于尿路上皮癌患者当中啊 大约有80%到90%的人 他仅仅是表现出血尿的症状 那么可能是肉眼可见的这种血尿 或者呢 是仅仅在静检当中啊 可见的血尿 那么只有大约20%的患者呢 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 比如说腰疼 尿瓶 乏力等等 而血尿呢 才是最早期并且呢 很好发现的症状 因此啊 如果说 异常生活当中发现呢 你的尿液颜色明显变身 那么就要引起注意了 并且呢 咱们及时的前往医院去检查 好了 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关注我 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